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内容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让我们飞越到菲律宾巴丹群岛 听听那里正在发生什么 菲律宾计划在台湾附近建设一个新港口 而且这次他们决定不依靠美国的援助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独立小能手的故事 这个决定意味着美国军方将不参与港口的开发工作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是因为这个项目如果牵涉到美国 可能会让中国感到不太舒服 毕竟,美飞之间的房屋关系一直是个敏感话题 接下来,我们转向一个更绿色的话题 中国狩猎轻动力客车在试运行中达到了160公里 小时的最高时速 这是中国迈向绿色一城的一大步 这列火车不仅速度快 而且能够一次行驶至少1000公里 真是一项令人振奋的技术进步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氢气生产国 正在努力利用清洁燃料向低碳经济转型 看来,未来的旅行方式可能会变得更加环保 最后,我们来谈谈汽车安全 Stalantis近日宣布召回近28.5万辆汽车 原因是车辆的侧面气囊充气器可能存在缺陷 有爆炸并抛射金属碎片的风险 这影响了2018年至2021年间生产的稻奇 Charger和克莱斯勒300大型轿车 虽然目前尚未有与此问题相关的受伤报告 但这一召回行动无疑是出于对消费者安全的考虑 安全总是第一位的,不是吗?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每个故事背后都隐藏着更多细节和深度 是不是已经让你跃跃欲试,想要了解更多了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菲律宾将在台湾附近建设巴丹群岛港口 不依赖美国援助 南华早报 根据该地区的省长表示 美国军方将不参与菲律宾巴丹群岛港口的开发工作 该地区位于台湾附近 省长此前曾寻求美国资助该港口 但现已向菲律宾港务局寻求帮助 美国军方参与巴丹群岛港口 可能会引发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中国对美菲、房屋关系持怀疑态度 中国的清气希望继续前进 火车试验旨在保持绿色一城的顺利进行 南华早报 中国狩猎轻动力客车 在试运行中达到了最高时速160公里 小时99英里 小时 呆列车采用了氢燃料电池和超级电容器 使其能够行驶至少1000公里 这一发展是中国努力利用清洁燃料 并过渡到更环保、低碳经济的一部分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氢气生产国 并计划在包括汽车、卡车和船舶在内的各种交通工具中使用氢气 Stalantis召回近28.5万辆汽车 以更换可能爆炸并抛射弹片的侧面气囊 美联社 Stalantis召回约28万5千辆稻齐和克莱斯勒轿车 因为侧面气囊充气器存在缺陷 在碰撞中 充气器可能会过度爆炸 并向驾驶员和乘客发射金属碎片 Stalantis发现湿气可能进入充气器 导致腐蚀和裂纹 召回影响2018年至2021年间生产的 稻齐、Charger和克莱斯勒300大型轿车 Stalantis估计1%的充气器存在故障 目前尚未有与此问题相关的受伤报告 越来越多的股票加入了疯狂的上涨行列 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CNN 美国的小盘股正在上涨 这表明整个市场的上涨 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巨头 据卡森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 瑞安·德特里克·Ryan Dietrich表示 小盘股通常活跃在金融和工业等行业 这些行业往往随着整体经济活动的起伏 而上下波动 德特里克表示 当小盘工业股领涨时 这意味着市场处于稳固的基础上 当市场的涨幅 不仅仅依赖于少数几个股票时 他们对回调的脆弱性较低 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在美联储预测2024年将进行三次25个基点的降息之前 市场的涨势已经开始扩大 企业盈利超预期以及强劲的经济数据 重新唤起了对软着陆的希望 即美联储将通胀降至2%的目标 而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景 尼泊尔的政治转变改变了中印竞争的地区动态 南华早报 尼泊尔的新政治联盟倾向于中国 可能会使该国与印度疏远 并影响地区的权力平衡 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 最近在议会中赢得了信任投票 将他的尼泊尔共产党毛派中心 与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尼泊尔共产党 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结盟 中国在尼泊尔的经济和国防方面的影响力 近年来显著增长 成为尼泊尔的主要外国直接投资来源 北京已超过印度成为尼泊尔最大的投资者 标志着两国经济关系的转变 尼泊尔还接近与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协议 经过四年的谈判 该一带一路协议尚未公开 并未提交议会讨论 印度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认为它破坏了邻国的领土完整性和主权 前交易员领导阿波罗 对银行发起的5000亿美元威胁 彭博社 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 被Diameter Capital Partners的联合创始人斯科特 古德温描述为 美国信贷市场中最重要的公司 阿波罗于2022年收购了 Diameter Capital Partners约5%的股份 阿波罗计划在5年内 将其私人信贷的年度发行额 提高到2000亿至2500亿美元 ZETO从困境债务交易员 转变为直接放贷倡导者 并成为阿波罗非官方外交官 追求的不仅是改变公司自身 还有更广泛的信贷市场 本文基于对了解ZETO和阿波罗的 十多位人士的采访 包括现任和前任员工 同行 银行家和投资者 阿波罗拒绝置评 Zelter和ZETO都建立了信贷业务 并与在阿波罗工作超过十年的 高级合作伙伴合作 但正是ZETO推动了公司 进军大型直接放贷领域 他也是公司在华尔街 改善形象努力中的关键人物 2019年 ZETO意识到 阿波罗最大的机构投资者 希望增加对公司的 直接放贷的敞口 当时 利率和违约率都很低 许多阿波罗的竞争对手 都在寻求更高收益率的刺激债务 ZETO帮助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 筹集资金 用于阿波罗的首个专门的 大规模直接放贷基金 2020年7月 该公司与穆巴达拉 莫贝德勒成立了 阿波罗战略发行合作伙伴关系 达成了120亿美元的交易 为阿波罗与阿布扎比 主权财富基金之间的 其他合作伙伴关系 奠定了基础 阿波罗本月向监管机构 申请创建一支新的私人信贷基金 该基金将由穆巴达拉的 附属机构提供资金 在美联储两年前开始加息之后 这一举措证明是明智的 零利率的结束 使得放贷人能够在一级债务上 获得两位数的收益率 而阿波罗的直接放贷部门 则在银行撤出贷款市场时 提供了对公司的融资 印度莫迪访问不单 对中国边界协议表示关切 彭博社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访问不单 旨在加强与喜马拉雅王国的关系 因为中国正在与该国谈判边界协议 莫迪宣布了一个 为期五年的12亿美元援助计划 并承诺加强互联互通 和基础设施合作 不单总理上周访问了印度 据报道 中国已经提出将北部某些地区的控制权交给不单 以换取与印度接壤的动朗地区 印度在边界协议中有着既得利益 煤炭运输激增 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迎来新时代吗 南华早报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 2024年前两个月 澳大利亚超过俄罗斯 成为中国最大的煤炭供应国 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额 同比增长3188% 达到13.4亿美元 澳大利亚在中国总煤炭进口中的份额 从去年同期的0.9%上升至24% 而俄罗斯的份额在同一时期 从近一半下降至22% 澳大利亚曾是中国的主要煤炭供应国 2019年占其进口的近60% 但其市场份额在2022年降至1.5% 马来西亚在遭到强烈反对后 放弃了备受争议的公民身份计划 南华早报 在公众批评之后 马来西亚放弃了取消弃因 和被遗弃儿童 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计划 该提议要求这些儿童申请公民身份 此决定是在对总理安瓦尔 伊布拉辛政府日益失望的背景下做出的 该政府的支持率已经下降 政府已被警告 现行公民身份法律存在滥用的可能性 其他关于公民身份法的修正案 包括给予在国外出生的马来西亚母亲的子女 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提议 已经获得批准 华为测试了一种暴力方法来制造更先进的芯片 彭博社 华为极其神秘的中国芯片制造合作伙伴 正在开发涉及自对准四重图案 SAQP的技术 以减少对ASML及紫外光刻设备的依赖 专利申请表明 尽管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限制 中国可能会改进芯片生产技术 这种新方法可以使华为在没有ASML设备的情况下 生产先进芯片 但专家认为 中国在长期内仍需要获得EUV设备 四重图案为中国开发5纳米芯片提供了解决方案 但该国需要EUV设备 才能达到行业标准的每片芯片成本 巴基斯坦将开拓中国市场 发行3亿美元的熊猫债券 彭博社 巴基斯坦的新任财政部长穆罕默德 奥兰格则部表示 他希望通过今年发行3亿美元的熊猫债券 吸引中国投资者 人民币计价债务的发行 将使巴基斯坦能够多样化其资金来源 并接触到一个新的市场投资者 奥兰格则部表示 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最深的债券市场 这对国家来说是正确的做法 他补充说 首次熊猫债券发行将会有后续发行 奥兰格则部还表示 巴基斯坦将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至少为期三年的新贷款计划 F1冠军塞巴斯蒂安·维特尔与保时捷再次合作 测试勒芒赛车 美联社 四届一级方城市冠军塞巴斯蒂安·维特尔 将加入保时捷作为其勒芒计划的测试车手 他将在西班牙为保时捷彭斯克赛车队 驾驶保时捷963赛车 进行为期36小时的测试 维特尔表示 这对他来说将是一次新的经历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计划 维特尔在2022赛季后退役 以便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并出于对一级方城市 对环境的影响的担忧 康泰纳士的母公司 从Reddit的首次公开募股中 获得了20亿美元的意外之财 现在 尴尬的问题接踵而至 CNN 拥有康泰纳士的Evance Publications 从Reddit的首次公开募股中 获得了21亿美元的净利润 而他在2006年仅以1000万美元购买了Reddit 这笔意外之财出现在康泰纳士 正在紧缩开支的时候 该公司在11月份裁员了94名员工 进一步的裁员威胁导致了公司老板罗杰 临其办公室外的抗议活动 忘掉超级微计算吧 这里有一支人工智能 AI股票可以买入 雅虎 与英伟达密切合作的超级微型计算公司 Super Micro Computing的股价与图形处理单元 GPU公司一致上涨 但两家公司截然不同 超级微型的利润率正在下降 与此同时 戴尔在IT架构设计领域苦苦挣扎 但其估值远低于Super Micro 并且已经实现了产品组合的多元化 根据The Motley Fool的说法 这使得戴尔成为更好的投资选择 马来西亚在日益保守的环境中 对流媒体内容寻求审查权利 南华早报 马来西亚政府正在考虑将其审查权利 扩展到Netflix等流媒体服务 内政部希望阻止播放任何包含LGBTQ主题 或被视为具有共产主义 或伊斯兰恐惧症信息的内容 保守派势力一直在压制 马来西亚本土电影制片人的作品 导致该国保守主义日益上升 内政部为其角色辩护 称其旨在保护马来西亚人民的道德 文化 宗教和信仰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